好 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那个病伤 我们预测 心脏病的病人 13年阳历6月5号预测 我想一想 13年预测 这是一个亲戚打电话预测 他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当时他就是直接说的是心脏病 不是说没有说心脏病 当时说的是那个身体不好 看看能不能过这一关 但是没有说什么病 只说身体不好 反正那意思已经很严重了 看能不能过这一关 当时他找了很多预测说过不了 但是我算他应该能过 当然那个还进了6号 不过从身体上我们从八字也能看出很多信息 好 这个八字拍好之后 第一步还是放摔 38 那是吧 写一个 反正一个 冲一个 冲一个 是人的是吧 那行了 这个四火先飞不开 平火呢 两个 冲的他可以 也飞 少一些 这么一看的话 嗯 嗯 应该是我 嗯 应该是我 平火是两个 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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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 就这个八字 他的方法其实也是挺难断的 嗯 嗯 头脑如果这么数的话 两个是吧 差这么数一个 两个 再加这个能量3.5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应该是深入了 嗯 此时啊 这个顶次关系比较特别 到底是荧幕升四火 而荧幕行四火 差别是不是特别大 荧幕一行 它是不是就没了 如果是深短它也能看两个 往上下 它比较大 嗯 嗯 这时候应该应该看得行 应该看得 嗯 这么来看 好 身弱 嗯 身弱 身弱 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大的病灾呢 好 嗯 关啥是吧 你们找吧 大家看一看 鬼害大运 正关是吧 这个运是不是应该就大的病灾了 一三年鬼死牛年 是不是正好回首家里 要克制月了 这一年病灾了 那有人要问 为什么 这一年没事啊 人这年为什么没事 人这年他没有丁四行啊 这一年还是丁四行 丁四行代表一个病 正关代表一个病 也没相加 啊 总体来说应该是大部分 所以说那个一三年病了 更多血 更重血 6月5号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四月 应该就是要想一想啊 嗯 是五月的啊 是五月 但是他当时预测 零出院好几天了 应该是四月发病 四不是鬼死的 今年的是鬼死啊 这我一看是不是 诶 这我一看是不是 还有点意思啊 鬼水原来是克病火的 走到丁四月的时候呢 鬼是把丁克 丁其实也是用神了 被克也不好 再说丁火啊 代表人家心脏 所以充心脏不能不好 再看看啊 尹四身三形吧 尹四身三形 四个分直 四毁也代表心脏 心脏 总体来看 我们不管说他的啊 胆功能或者大肺功能等 我们肯定可以说他那个新功能 当然这个功能也是有业务毛病 因为毕竟被伤了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断 这个月啊 他的新功能不好 要么说那个心脏血管的功能 这么说的 当然更准一些了 事实上这个月发病 注意啊 但是后来有没有趋势 没有趋势 那种种不不不一样啊 人家说都不行 但是没有趋势 现在还没死 怎么说呢 什么原因呢 但是我结合了一个六摇掛 六摇掛就不说 但是那个八字五是否可以看 看一看 八字 看一看鬼水 对 为什么没死啊 是在这里啊 鬼水物为何火 物为何火 物为何火 我是给用神 我的用神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用人相助的 他还有转机啊 当然我当时说 如果 到了14年加五 这件事就好了 便宜一身 便宜一百身 尽量情况就好转 是吧 好的 那么今天课讲到这里